各位网友,你好,我是Kathy 今天很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看看 我今次在日本北海道的网酒坐破冰船 这个是极光号的 他们本身跟旅行团已经帮我们预约了日期上船 但是因为前两天都不开 因为如果有大风雪,他们认为不安全就不开 所以坐不坐到之前都还不知道 其实我未来旅行之前,已经开始唱题祈求 向着御本砖祈求,希望今次可以坐到破冰船 很紧张,就去排队入閘 门口拍照,拍摄一只船 但上到船有第一层、第二层和甲板那一层 船程大概坐一小时 破冰船的原理通常有两种 如果冰层不超过1.5米厚 它就会采用连续式的破冰法 主要就是靠螺旋掌的力量和船头 将冰砍开撞碎 每小时都可以在冰海航行9.2千米 所以你见我初头坐船的时候,那些冰很浅很薄很碎 所以它就是用连续这个方法 就是向前行,它的马力够大 就已经可以破到 但后来我们去到中段最深那裡 它就要用一种叫做冲撞式的破冰法 所以我为什麽说船会裂一声移回后 就是这样的意思 它就是冲撞破冰船的船头 它的水位很浅 它就差不多整只船冲了上冰面 就是用船的身体 即船的重量向下压下去的冰 而压碎那些冰 所以为什麽船要退后一段距离 然后再开行马力冲上去 所以它第一下撞一撞碎那些冰的时候 我们那些人就会变成道向后退 所以如果那时你没有站稳 你没有握住手机 肯定就跌了下海 不过幸好我都握住 但都会一下一下 因为其实你都不知道 它什麽时候会遇到厚的冰层 好了,根据这个叫旅日会 Light Japan那里介绍2024破冰船的攻略 其实为什麽会有这些流冰呢? 这些流冰 其实就在俄罗斯的阿木耳河流出来 而这一道就是厄霍刺黑海 因为俄罗斯的河是淡水的比例高于海水 所以它就容易结冰 所以其实它几乎在俄罗斯结冰 就流过来 流到北海道的滋藏半岛 东北端的海域 也包含了滋藏国立公园 这个流冰在2005年 已经正式登陆成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也是日本第一个海洋上的世界文化遗产 你说流冰是否很难遇到呢? 其实也真的 因为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他们有些科学家 科学中心的所长高桥修平 研究团队 在这15年里 研究网走市有4个调查点 就发现以前能够看到流冰的数目 就由60天减至25天 就是因为气候的暖化 天气越来越热 所以那些冰都形成不了 怎会流过来呢? 所以我的领队和导游都说 其实他们经常带团来 但是从来都没有说 好像今天太阳 还有今天这么多冰 船一路驶出去 你会看到初头是海 然后慢慢的就是一些冰 然后后来他走到半个小时 他撞到那些船那里 就群了一声 船是直接退后的 真的感受到震荡力的 你知道我又要拍片 我就戴着手蜜 就拿着手机 因为你知道一跌了下海 就没有了 因为就不可以站下去那些浮冰 因为试过有人站下那些浮冰 跌了下海 就由直升机救回去 因为只要你在海上浸15分钟 你就会低温而死 所以就很危险 如果你落海 但是船头就难了 不可以去的 我当初就站船尾 其实后来发现 不是船尾看不到破冰 当然最好的位置是船头 但是它封了 其实应该站船的两边 于是我就去站那边 其实都塞满了 只是伸到手出去拍的 那你会见我拍了一条栏杆 然后就拍那些破冰 那些冰很大 那我初头就在二楼那边拍 就高一点拍的 但后来到差不多半个钟 它就回程 就会回到码头的时候 我就落了下一层 就是转转整个船 没理由只是站在那边看 那我发现原来下面那一层 就是第一层 还在接近的海 拍得更清楚 和还没有人 那其实有些人 可以坐在船里面 有很舒适的位置去坐 但是因为你坐在里面 就隔着玻璃 还要隔着一阵人 根本就看不到的 那其实就企足全程一个小时 但是因为太过专注 去看流冰 拍片 和如何去找一个最佳位置 所以其实这个钟 都过得很快 到你会看到有些灯塔 看回沿岸那边 那如果有幸中 破冰 船能够破到冰 其实就是靠它的摩打 就是它的船的引擎 它能够发挥到这个威力 那好像我们唱题 《南无妙法连华经》 都是为我们生命 注入这个动力的 那其实你什么事都可以唱题 小到好像我临出发想祈求 有辆的士 因为怕赶不迟去机场 或者是祈求今次 可以看到这个破冰 坐到这个破冰船 大到你可以祈求成佛 就是觉悟成佛 这个都可以的 那当然你去祈求 有些人会祈求升职加身 有些祈求希望找到一份好功 或者找到一个適合自己的伴侣 或者希望祈求那些小孩 找到好的学校 其实祈求什么都可以的 只要你持续有信心去唱题 你是一定能够达成的 那这个就好像一个 就是摩打 你越能够得到这个信心的实证 那你就越会更加加深你的信仰 那你说 哦我都没有信心的 我赶走 那我就不会得到的 因为最紧要就是你要有信心 要有大却确信 如本尊 嵌尿赫令镜哥 一定能够达成的 那你如果是这样去唱题 你是真的一定能够去达成 帕连华经说 众生所有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当然可能会遇到很多烦恼 很多障碍 很多阻滞 就好像那些口兵坐着来 那但是呢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是享乐的 就是好像坐破冰泉 你去欣赏 感受这个大自然的力量 我们人和自然的共生 我们不要破坏这个大自然 那我们也都要为这个气候 就是尽量去环保 就是让这个气候不要暖化 那自己就是这个 一个在日年大圣人 介绍这个裕本尊 我们唱念这个 南无妙法年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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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开心享乐的时候 你就要尽量去享乐 去感恩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都是要 好像这艘船 你的摩打要持续有这个动力 所以你就要持续去唱题 南无妙法令病 就是我们这个佛法的修行 这个苦乐与共 是日年大圣人 鼓励面临一个苦难的弟子 《四条金》的时候 就跟他说 要面对人生 有时起起落落 我们要建筑一个 悠然超越一切的伟大境界 即使痛苦的时候 痛苦快乐的时候 就觉得快乐 是苦是乐 都如实地去接受 并且一直唱念南无妙法年华经 这个就是自己在享受这个法乐 希望你一定要努力 更加强盛这个信心 这个就是日年大圣人的御书 教示我们的 虽然有时人生有苦有乐 有胜利的时候 有失败的时候 这个正正就是一个实相 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个智慧 我们要透过唱念南无妙法年华经 而达到最高的幸福境额 这个自受法乐的意思 就是你自己领受 这个幸福也不是别人给你的 是要靠你自己去开创 自己去体会 自己去领悟 所以我们要时时保持信心 和人要保持和乐 和我们一定要一家和乐 和其他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和和谐 就可以一步步达至世界和平 那么在这里祝福大家 就能够像是破冰船 那么有勇敢 和有智慧 那么去克服生活里面 每一个难关挑战 都能够成为自己成长的一个动力 他可以看那条连结 连结在留言里 会有预约流冰船的网站 和其他介绍 好吗 不得了 那么我本频道 那么我怕我怕爸爸 呢 什么聊天